奶万说要对自己心爱的男孩子多一点理解和宽容 我认为奶万说的一点都没错 在我们固有的印象当中呢 确实男人承担了社会上比较重要的责任 比如说赚钱养家买车买房 当然我现在也深深地感受到很多的女生 她的独立能力赚钱能力也是非常优秀的 甚至已经超过男人 是因为奶万那句话是说对自己心爱的男生 于是呢我就把这一句话放到情侣和夫妻的感情问题当中去看 其实在情侣和夫妻之间发生很多矛盾的时候 如果大家互相不体谅互相不理解 不去及时做沟通的话 有的时候男人啊远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要脆弱和敏感 他们在某些角色转换的时候 也经常会掉入一个莫名其妙的低谷 所以说呢并不只是女人在角色转换的时候 她会有一些不好的情绪存在 其实男人也是有的 在这里呢我并不是要为男人说话 因为现在其实社会上一直在倡导 要给女性多一点关爱和关心 我认为呢在开放平等的社会关系里 互相关爱和关心 男人要给女人很多的关爱 但是女人也适当的要理解一下自己心爱的男孩子 不能一发生问题就把对方放到你的问题对立面去 好的关系不是应该相互扶持的吗 并且一起去共同面对和解决啊 我认为奶万说的一点都没错 男性和女性都肩负着自己的责任 也有自己要承担的角色 但是因为爱你所以会心疼你 但是因为爱你 所以会包容和理解你 我新加坡散黑你